大家好,我是Batman 谢谢大家看到 这里是乐高最近推出的保日捷911套装 主体形态911 Turbo 和替换形态Taga 这套保日捷在上市之前 就备受玩家关注 因为确实它外形做得非常的美观 身身各个部位的比例非常协调 外形也非常完整 这张保日捷我也特别喜欢 所以也是买了两套 这样就可以同时展示两种形态了 但大家可能都知道 乐高机目的大优势 就是非常高的自由度 说明书上给出来的只是官方的拼法 你完全可以根据自己喜好进行改装 提到改装 我们这是月亮保时捷 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把手里这台 乐高原厂的保日捷930 改装成时下非常火的RWB930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试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都需要改哪些部分 车头肯定是前杠得换 然后像车灯 前辈箱盖可以保留 车身侧本 前轮改宽体 侧裙得换 后视镜也得换 然后这轮毂是个老大男问题 得想办法 车屁股 后杠 尾翼都得换 RWB那种标志性的高尾翼肯定跑不了 发动机的部分我就不改了 我觉得乐高设计这发动机还挺漂亮的 内饰的部分 车门上这些装饰肯定都得拆掉 尽量做出那种裸露钢板造型 中控台还得换 座椅也得换成那种赛车座椅 副驾驶还得拆除 加上一个灭火器 整个后排座椅也都要拆掉 OK 工作内容明确之后 我们现在就开动吧 OK 能拆基本上我们都拆完了 还真挺有修理厂里边那种车架子的感觉啊 2,000年后 2,000年后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呢 就是我根据RWB的联合创始人 重惊起的挚友 依乐智野的930神叶 改装设计的乐高版 这次的改装呢 也基本上完成了我之前计划的所有的部分 车身呢 换了包围 加了宽体 尾翼呢也改了 内饰也进行了赛车化的改装 现在我们就来仔细看一下 我这次给这辆保质街930 加装了乐高版的RWB套件 车头部分最明显呢 就是我把前杠换成这种带前唇的大杠 一下我们这辆930就变成了那种 憨憨的虎头虎脑状态了 车头两侧也加上小风刀 而且呢 把原车上一些黑色的装饰呢 全都去除掉了 换成了白色零件 整个前两呢 看起来也更整体 这个前唇的高度 我真是非常满意 因为大家呢 可能也看出来了 真的几乎就是贴着桌面的 非常低 已经不能再低了 就是要表现这种改装车 低到近乎歇斯底里的姿态 那有同学可能会问了 你改这么低 难能推吗 推车依旧没有问题 丝毫不影响 前轮部分也加上了宽体零件 这部分难点呢 就是怎么跟前杠圆润的连接起来 因为积木嘛 这部分衔接不好 就容易有割力感 看起来不好看 我这里连接的呢 真的是尽力了 对 前轮虽然加上了宽体零件 但同样可以转向 这点没有受到影响 车上两侧 我把后视镜呢 换成了跟原车一样的 原型后视镜 加上了侧群 同时呢 把这前后宽体零件呢 都往下延伸了 让这三个零件呢 看起来像是连在一起的一样 这也是我找到的一个 比较适中解决方案 然后入手这辆911同学 所以应该也知道 实际上它在车身侧边 有一条黑色装饰线 我把这条装饰线呢 全都换成了白色的 这一步真的 比我想象中要复杂很多 因为这条装饰线呢 是比较早安装上去的 尤其为了更换 最后边这块黑色积木 我基本上 把整个车屁股都拆来了 还有就是赛车或者跑车 一般后轴 都会比前轴呢 稍微长一些 也是后轮呢 会更往外凸一些啊 现在呢 前轮加了宽体套件了 所以为了表现这种轴长差异 我在后轮宽体零件里边呢 也多加了一层积木零件 最后看起来的效果呢 确实也是后轮比前轮 更往外凸一些 当然了 因为前后轮轮没零件 都进行了一定的改动 所以说这轮轴长度呢 也要进行相应调整 要不然就成了 我在网上见过那种照片 就是车身的宽体零件 已经加上了 但车轴都没有换 这轮胎那陷到车身里边 而且看着就特别的奇怪 特别好笑 还有这里轮毂零件呢 我使用的依旧是这套里边 自带这个黑色930的轮毂零件 只不过呢 我把它给反过来了 原来的外面呢 跑里边去了 看起来就像是这个轮毂 伸进去了一样 很可惜啊 乐高没有出过那种 大直径的改装车轮毂 希望乐高以后能够出一些 BBS轮毂那种样式零件 增加一些改装车的可能性 另外一处小细节 或者说小牺牲呢 就是本来这车门啊 是有上下两个荷叶零件的 但因为这前轮困体零件呢 挡住了第二个荷叶的位置 所以我只能把这第二个荷叶呢 给剔除掉了 不过好在乐高积木的质量比较扎实啊 就算只有一个荷叶零件 这门呢 也是哎 开合起来呢 还是挺有手感的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车尾部分最大的改动 当然就是把这小压尾 换成了这高尾翼了 这个尾翼呢 为了前前后后来来回回改了好多次 我觉得这个比例真是挺好的 不管你从车身哪个角度看过去 我觉得这比例呢都很合适 尤其是尾翼叶片的部分 我也没有使用科技鞋的零件 不想有那种非法的拼装方式 真的是找了很久 才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宽度 叶片连接的非常结实 非常牢固 但同时呢 依旧可以像真车一样调整角度 下边这片呢 也是可以动的 后保险杠也稍微进行了一些外观的改装 让它看起来更圆润更厚一些 但是这里后楼的宽体零件和这后保险杠呢 真的是没怎么连接好啊 不过好在这个角度也不常看 这效果呢还算凑合 我决定就这么着了 就不把它们连一块了 内饰的部分 大家从后窗呢 可能印一个已经看到了 里边还加装了防滚架 但实际上呢 给大家拆来看一下 这个防滚架呢 只是一个样子货 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框体啊 内饰的部分肯定要进行清凉化了 首先呢 就把后排座椅呢给拆了 在原本乐高保尔杰的设计中呢 这后排座椅拆完之后呢 直接就看到后轴了 空的 所以这里我还自己铺了一层白色的板 给挡上 前排内饰原版设计中 那种棕色装饰型积木比较多 座椅啊 中控台啊 设计样式也比较复古 改装之后 我把所有的棕色装饰零件 全都拆掉了 你看地垫啊 包括这个大梁 这车结构上的大梁 全都换了 副驾拆除换成了灭火器 主架座位也换成了赛车桶椅 包括中控台也换成赛车样式的 车门上也进行了 所谓的轻量化改装 所有装饰性零件一律拆掉 同时呢补了一些零件 让你造型的好看一些 发动机的部分就像之前说的 并没有进行任何的更改 我觉得这个设计已经非常棒了 另外还有一个小小遗憾呢 就是我们车身上实在太干净了 没有任何在书上的贴纸 如果我们再弄一些贴纸上去 比如这样 整辆车是不是一下又增色不少呢 我们再把之前930和Tager摆在一起 同一款保质节 不同的外形诠释 你更喜欢哪一辆呢 话说这次突发奇想 想给这辆乐高保质节910 然后加上宽体套件 真的是完全得益于 我之前玩合金小车的经验 因为玩合金小车 我就说到了很多 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汽车改装品牌 这次呢正好拼一辆911 改装车里边非常热门的一个题材 这可以叫什么 畜类旁痛学义致用嘛 而且这次的改装 我真的是完全没有打草稿啊 没有用什么LED之类的设计软件 直接就从我所有的 这个备用零件里边 现找零件现拼 这可以叫什么 Extreme Mocking 极限Mock 真的是一边想 自己想拼成什么样的 一边找零件一边拼 而且通过这次改装之后呢 我感觉又开启了一扇新世界大门啊 以后乐高出的车 或者说之前已经出的车 我们都可以进行改装是吧 毕竟呢改装题材这么多 我们都可以试一试 好了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希望大家也喜欢我这次的930改装 如果你喜欢我节目的话 也欢迎你订阅我 我是BATMA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